楊詠宇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港橋節》 標題為《英國文化仍在我們身邊》 全英國二十個城市攜手舉辦香港三月文化節 目的是透過各種活動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推廣香港文化 主辦單位設計了邀請卡 香港人可以送給本地朋友 藉此進行文化交流 凝聚社區力量 我應諾定咸主辦單位諾斯港 《香港納斯》的邀請進行演講 考慮了順述理念 誰以香港與英國文化關係為題 這是一個重要但已經隱沒於紅塵的話題 全球文化美國化 港人就尤號日本文化 連香港中學文憑史歷史科 都以中外文化的共存與商戶影響 一句輕輕帶過 矮化殖民中主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 英國文化買少見少 連殖民地風格的建築都所勝無幾 你看香港的中環和上海的外灘的建築 後者更加像殖民地 換言之 今時今日 英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 不在物質文化 而在非物質層面 英語和英語教育最為明顯 兩岸三地只有香港以中英相語為法定語言 也只有香港從幼稚園開始 就要學習英語 戰校發展出來的心態是 在香港讀書 要入好學校 而好學校就是英文學校 中文學校永遠給人感覺 似人一等 為了糾正這個現象 考評局發成績單 不會著名所選考試語言 教育也嚴控英文學校數量 然而 國安法通過後 英語教育有了新的意義 提高英語水平 讀不會洗腦的書 換言之 學好英文不單止是英國留給香港的文化資產 更加是一種抗爭手段 連建制派重量級人馬曾育成都說 掌握多一種語言 是深具價值的資產 眾多語言之中 英文自為重要 英文仍是當今最強勢的語言 英文好 就可以讀到很多好書 英國文化另一個重要方面 是公平的遊戲規則 一切按規則做事 不會以政治立場決定成敗 更加不會將人鬥死鬥臭 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 為曾育成的書作罪約 在大學中教我歷史的 是一位結出的專制英國內戰的 馬克思主義史家 共產黨員 那時候我學到的一件事是 生活中和人發生意見分歧時 不一定要變成鬧交 大量港人來說 表面上是因為國安法下 香港大變無法忍受 但從文化層面看 其實是英國在香港百幾年來 建立的規張制度大肆破壞 港人對Fair Play的重視 遠高於對中國的認同 因而出現移民潮 英國文化最入屋的 可能是李派林劫執 李和派林是十九世紀初 英國中部兩位化學家 認一名貴族要求 嘗試製造一款醬汁 讓貴族能夠回味 他旅遊印度萬加拉士品嘗的美食 但是造出來的醬汁 不是他那杯茶 睡作罷 幾個月後 兩位化學家需要處理醬桶 發現醬汁已經完全發酵 異常美味 於是就成為今天我們所喜愛的喬汁 以後每次用它點生粥牛肉 春捲攀條豬扒的時候 不妨想下以上英倫故事 鼓勵自己任何好事 尤其是在艱苦時候 都需要時間沉澱